其實還好啊,什麼都看不到的 因為那個角度的關係 其實臉也不會非常清楚啦 那最重要的就是說 你要放開胸懷勇敢嘗試吧 面對鏡頭也還好啊 因為你算是背對鏡頭的 反正跟我合作的狀況啊 就是會跟一般外拍、網拍會不一樣 因為畢竟是個創作 是要沾染的 所以對我來講 他比較慎重一點 比較嚴肅一點 就是比較 我不會講欸 反正 到這見面那邊 你慢慢的解釋 最重要的就是說 你要放開胸懷 然後勇敢嘗試吧 因為我覺得 創作這種東西很有趣啦 很好玩 尤其是最後 看他掛在牆壁上 放在藝廊裡面 那個成就感是 跟一般外拍啊 網拍會不太一樣的 我覺得啦 其實還好啊 什麼都看不到的 好吧 我也是怕有點擔心 你會沒辦法 不過老實說 因為那個角度的關係 其實臉也不會非常清楚啦 真的 我知道 你一定有點傻眼 不過對我來講 他就是一個創作 他就是 以那個概念為最重要的 那個前提 然後 他真的不像拍雜誌 或是拍網拍 比較 就是 美嘛 就是站著直直的 這樣子 那個感覺 哈哈 好好笑喔 對啊 我知道 我當然知道 我能夠理解 可是 就像你也能夠理解 我創作的想法是什麼 然後 他的初衷啊 就是 對 然後他的 嗯 面對鏡頭 還好啊 你也算是背對鏡頭 哈哈 主要是 對啦 我當然知道 當然就是 什麼都不會看得到 狀態底下 但是我必須要讓這個視覺 是非常 非常 非常直接的 我相信你看到 剛剛的圖 你應該也會有一種 哇 就是很美 可是應該不會有一種 琴瑟的感覺 你會覺得 他是一個 很奇妙的一種 人體的 畫面 跟呈現 跟成分的線條 我覺得啦 就是 是 一最多的 枈克 因為 早餐 事 時 出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